她在结婚之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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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你是不是有病啊 我都说起来起来 你着什么急啊 就是态度特别恶劣 那气球这项运动 你看大家众所周知 那它就是一个对抗性的运动 那受点伤在所难免的 别提你受伤了行吗 你看气球的哪个不受伤 你有一回 那腿都卡成什么样的 脚让人家踩得那么肿 一个又休息了一个月 那我也不是特意的 这一个月真是一分钱没挣 父母给贴补的 父母给拿的钱 度过的这个月 你说我们的儿子 还得买纸尿裤是不是 还得现在我断奶了以后 他又开始喝奶粉 我俩的这个手机费 电费 煤气费 你说哪哪不是钱 那父母要是不给钱呢 以后父母不可能跟你不在了 我问你 你怎么办呢 成天你反正你就爱说我 那你自己 你谈谈你自己的爱好 我儿子大了以后 这美其名语啊 为了给孩子看 天天现在买的鱼 然后鱼缸也配上了 配上鱼神 害得四龙他 天天给他混水 对不对 这就不提了 然后又配了一个乌龟 这个乌龟 丑的是不大 没有什么问题 对不对 但是他拿了个这么大的洗脸盆 来来撞这个乌龟 你说家里本来就那么大地方 对不对 没地方放 那堆一堆玩具 然后他给放在哪了 放到厕所里了 放到洗手间里 那这个洗手间本来就那么一条过道 对不对 你刮堵一个盆在那 前几天晚上 我这晚上起来 起那个厕所去 好嘛 这一脚光 让我给踢洒了 不仅孩子醒了 然后这边 我还得去熟识这个水 你说你 这不是给家里添堵吗 它近视多少度 七八百度 你说近视这么严重 晚上玩游戏 一直玩到大半夜 十二点 有时候都玩到下半夜 开个灯 你说不费电吗 再说了 你上个厕所 你能不能把你的眼镜戴上 人家不戴 再说那么大盆 你看不见吗 那你说假如说没有这个盆 我能卡吗 我原来吧 就是其实是做兽益专业的 我爸特别喜欢小动物 我跟他出对象的时候 然后他知道我喜欢小动物 他特意给我买的小仓鼠 还给我配的笼子 给我送班上去了 为了让我高兴 结婚以后呢 你说我孩子特别喜欢鱼 特别喜欢小乌龟 每回带孩子去 孩子都会在这个市场摊上 就一直在看这个 一共买了四条鱼 才三块钱 用不了多少钱 再说我整个鱼缸 我就摆在咱家鞋棍上面了 一点都不害事 鱼啊 木鱼啊 这些这都是天事的东西 你说自从有了这些东西 那孩子 看孩子这个时间 他去鼓的这些乌龟和鱼去了 然后这会儿把老张娘也整来了 老张娘你说 这边还得帮带孩子 还得去干家务 你说你这相当于光说我 你这不也变相里啃老吗 你不要说干家务好吗 我妈那么大年纪了 在我家哈个腰 在那拖地一号 人家老先生干嘛呢 跟他打游戏呢 打游戏不说 我真忍不住 我真想骂人了行吗 你们俩绝配啊 你们俩带一孩都带不好 家都收拾不干净 还在这互相指责 指责什么呀 别老说别人懒 自己也不怎么勤快 哎呦 真是听得我太 你们接着说吧 我也不说